先開始來關心 今年三月的時候 馬祖住房官兵在沙灘上面 寫下馬房 火房沒有肉 肚子餓 都吃泡麵 罐頭等字眼 卻牽扯出了案外案 馬祖暗巡隊清查國軍罐頭的數量 發現一名林姓忠孝參謀主任 涉嫌火同多名的海巡軍事官及友人 侵占罐頭多達六十四箱 還運送回臺分送親友 檢方今天偵查終結 依照貪污等罪嫌起訴林姓忠孝等七人 其中有五名是海巡軍事官 而金馬鵬分署也表示 林姓忠孝和江姓的上市 已經合宇免職和停役處分 其他涉案的人員調整為非主管職務 留著中根髮型上靠被遺送 他是馬祖暗巡隊林姓忠孝參謀主任 今年三月馬房部傳出缺糧後 就連海巡署金馬鵬分署 也被檢舉校級高官社談 而他就是幕後主持者 或同部署等人把部隊罐頭挪私用 十八號檢方偵查終結 以貪污等罪嫌 將七名海巡軍事官等人提起公訴 多次將供暗巡隊同人食用的食品罐頭 以偷天換日更換包裝紙箱的手法 侵占入籍 所塗者縱然只是小粒 但所謂飛彈敗壞關針 更嚴重損害暗巡同人形象 能夠管理罐頭配罰的林姓忠孝 從前年開始 常發現存糧有剩 就只是部署先拿去報廢庫防放 找來四名海巡軍事官分工 將罐頭紙箱換包裝 透過交通船抬馬執行 多達六十四箱 從馬祖私運回本島 兩名友人在台接應 把泰山黑八寶 扶龍牛奶花生等等分送給親友 查扣道的罐頭超過三百罐 為防渡淚案再生 金馬虹分數以全面要求各案巡隊 落實庫防罐頭管理 加強指派高級人員定時清查 合附 金馬鵬分數回應 林姓忠孝及張姓上市 已經合於免職及庭醫處分 其他涉案人員調整成 非主管職務 只是六十幾箱罐頭 換算不過幾萬元 因為新生貪念犯案 檢方痛批敗壞關針 更讓前途盡喪 聲譽全會得不償失 記者 傳承逆風 台北報導